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单元呢 就是介绍革命歌曲 《八月桂花变地开》的诞生过程 这么一个场景 对我们刚才一路走了 就闻到遍街都是桂花香 现在正好秋天嘛 正是这个季节 为什么我们这儿有这么多桂花啊 那么桂花树呢 也是我们金寨县的县树 旁周的试花就是桂花 是吧 对 莫名的感觉有种亲切感 就有香呼应的那种味道 就在我们博物馆的旁边呢 那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 就是老红军们生前亲手栽种下来的 距今呢已经快半个世纪的时间了 八月桂花变地开 鲜红的旗帜树呀竖起来 长得有节彩呀 长得有节彩呀 光辉灿烂 山出新世界 这首歌超有名的 我们小的时候会学很多的红色革命歌曲 这首是必学的 1929年的时候在党组织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历价节起义大获全胜 在当时这位共产党员也是一位小学校长罗盈钦统治 根据我们老百姓所喜爱的大别山地方曲调 八段井重新填词创作出了八月桂花变地开 一路从大别山唱到了川散唱到了延安更是唱响了全国 罗文青老师 原来是在这里创作的 这边没创作的 其实你看不光在京寨 我们都会唱 传唱至大江南北 传遍全国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匠心璀璨展厅 老区金寨是红军的摇篮 将军的故乡 中央军委在1955年至1965年授贤期间 金寨被授予开国将军以上军衔的 就达到了59位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烈士纪念馆展厅 在我身后呢 就是金寨县革命烈士名录 在这面长长的墙上 刻着一万一千零九十三名烈士的英明 这一万多有名烈士 只是我们金寨烈士的十分之一 同期我们还有九万多名的无名英烈 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战争年代 金寨家族式参军参战的父子兵 书职兵和兄弟兵 在当时金寨地区不足二十三万人口的情况之下 却有十万多人参军参战 出了很多 对对对 因为家里面还有老人家 那就是很多女的同志都去参军 对人家革命了 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 因为可以生逢盛世 当然我们也责任重大 不要辜负他们为我们所创造的一切 不要辜负这个时代 我觉得在金寨感受到的乡村振兴也好 文化传承也好 其实最关键的都在于人 金寨人的血液里是坚真奉献勇敢的打别山精神 我觉得这股劲和这股力量 在每个金寨人身上都能够感受到 有这股力量的代代相传 金寨一定会越来越好